他是卓有影响的青年画家,也是艺术史界的优秀学者,长期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两个领域心情耕耘。 先后获得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与中国美术奖创作奖两项殊荣。 他专注于写实油画的创作和教学,是新一代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学术中间。 作为一名学者型艺术家,他把对艺术的理解、对古典传统的眷恋融入绘画创作,以坚实的形象刻画,重塑了一幕幕属于中国的艺术故事。 他认为,一位当代历史化的创作者,应该是具有深厚历史情怀的人文主义学者。 他以饱含家国情怀的深沉笔调,叙述近代中国普通知识阶层在时代变局中的命运臣服,受到国内文史学界的关注。 从他的油画创作到史学研究,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关注,是对人文传统的致敬与追怀。 折将这个词,这个折我理解中是带有一种对思考的、诚实的生活的一种推崇。 也是在我们艺术史的很多的作品中,我们可以看到共同表达的一种问题。 这样,这代表着一种经由反思和思考所达到的,即进入不到的艺术境界。 那么这两者,一个是技术,一个是思考,共同构成的艺术的标语。 这就是我一切中的浙江和浙江精神。